好同學我們今天要教學的是用AE做一個這樣子的動態摩天輪效果 那我們今天會練習到的是 會從 AI裡面 Illustrator裡面把摩天輪置入到AE 然後怎麼去讓這一些摩天輪的輪子跟這個 車廂 會有這樣子的跟隨旋轉的效果 然後最後我們會做一個 雲的物件的飄然後有一個背景的效果這樣子 那在這個案例裡面我們可以學習到一些基本的 副子層級關係 跟一些簡單的旋轉指定 好那我們開始 首先我們在 Eletrator裡面 可以開啟我們 這一次的 這個 範例檔案 裡面的 AI AI範例檔案 我們先把它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 如果 我們的 操作 版面 不是 螢幕尺寸的話 我們可以先更改一下我們的操作版面 我們可以來點這邊 編輯工作區 這個區域 點完之後我們在寬跟高的數值這邊 個別設定 1920pixel 請記住要打這個pixel 後面要打這個pixel的單位 然後下一個 1080pixel 好這樣子我們就開啟了一個影片尺寸 的摩天輪 然後我們可以去做 摩天輪的調整 那如果說我們放大縮小之後我們這個線 變細了 的話 我們可以在 編輯的偏好設定裡面 我們把 縮放筆畫效 和效果 打勾 確定 這樣子我們在縮放 部件的時候線條也會跟著縮放 好 OK 我們大小跟版面尺寸調整完畢之後 再來我們請看到 右上角這邊 我們的圖層視窗 的部分 我們這些物件已經分了圖層 這些物件 各別在不同的圖層裡面 有個框架 有個支架 有個星星 然後有個車廂 那我們現在需要做的是 把這個車廂 先複製 複製出來 把掛到他們對的位置 所以我們把AUTO鍵按住 滑鼠拖拉 我們就可以複製 複製完之後 對到 正確的位置 也就是這個車廂的 上面的圓球 關節點 複製 拖拉 AUTO按住 複製拖拉 AUTO按住 複製拖拉 AUTO按住 複製拖拉 最後一個 AUTO按住 複製拖拉 好 接著我們需要讓這些 車廂 每一個 都是在一個 獨立的圖層上面 那我們 可以用 快速的方式 讓這些車廂 各別 去到 各別的圖層 好 我們點這個 Car的圖層 把後面這個 圓形線的 Icon 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 我們到上面這個選項 區域 選擇 釋放置圖層 順序 這樣子 我們的車廂就會被 分別 列在不同的圖層裡面 你只要看到後面的顏色不一樣 他們就是在不同圖層裡面 接著 因為 目前這些車廂 還在這個Car的圖層的 紫項目裡面 我們需要把這個圖層拉出來 好拉出來外面 接著這個Car的車廂 因為 車廂被拉出來了 所以這個Car圖層 已經空掉了 空掉我們就不需要這個車廂了 所以我們 可以把它刪掉 刪掉的話 不是按Delete 是我們選了這個圖層之後 到下面這個垃圾桶的Icon 點下去 這樣我們就可以刪掉 好 這樣子我們 已經把所有物件都個別 給了一個圖層 那接著我們下一個動作要 給這個圖層做命名 我們只要在圖層名字的地方點兩下 然後我們就可以給他命名 好 那我們依順序命名Car1 接著如果你按Tab鍵的話 他會 如果是新版的Delete的話 按Tab鍵它會 自動跳到下一個 名稱 讓你修改 不過我這是舊版的 所以沒有 所以我需要一個一個按 Car2 也沒關係 我們就一個一個 Car3 好 我們這樣子命名完畢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存檔 儲存 OK 儲存了 接著我們 到A1 然後 然後我們 來到我們的 AI 檔案 的入境位置 然後把這個AI拖進來 拖到Project視窗 拖到Project視窗的時候 他在自錄之前 會先問我們要怎麼 怎麼設定我們 自錄的這些物件圖層 那我們先在Import Kind的這邊 選Composition 然後接著 Pootage Dimension 這裡我們選 Layer size 請記住 Composition跟Layer size 好 然後OK 這樣子 就完全自錄進來 自錄進來之後 它會出現兩個東西 一個是資料夾 資料夾裡面就是我們每一個物件 每一個圖層物件 它單獨 的 形狀檔案 好 OK 每一個物件 的檔案 然後 這個是一個composition 我們如果點兩下 它會開啟這個composition 我們會看到 我們的 龍天輪就已經置錄在裡面了 而且它照著我們AI裡面的圖層位置 順序 就完全一模一樣的 在這邊 出現 這樣子我們就不需要在一個一個字路然後重新排列 我們可以直接 從AI裡面排好的檔案 然後就放進來 接著放進來之後 我們要開始給這個模天輪做動作 首先我們要讓這個大輪子 能夠轉 讓大輪子能夠轉 所以我們 首先 先 設置一下這個composition的時間 我們設置成12 12秒 OK 然後我們給這個大輪子的 旋轉 參數 先開起來 按快速間按R rotation 開起來之後我們先在第0秒的地方 給一幀 然後把時間軸拖到最後面 12秒的地方 然後這個時候同學會發現 為什麼 我這裡 這麼短 那是因為我們剛剛創的時間 沒有那麼長 所以我把時間加長之後 會發現 我這裡的物件 到 到這邊就看不到了 那怎麼讓他看得到很簡單 我們只要選起來 然後把滑鼠移到 這個時間條 這個物件條最後面的位置 往後拖拉 只要填滿時間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接著 我們在 單選這個 輪框的部分 然後 我們給他 這邊 打入1 1的意思就是他轉了一圈 一圈就是 後面這裡的360度 他只要這邊的數值到了360度 他就會進位到這邊 變成1 這樣子 所以我們直接改前面這個1 就等於他轉了360度 所以我們現在拉時間軸 會看到 他從第一針 零度 到後面 就是轉了360度 也就是轉了一圈 好 接著我需要 讓 這些車廂 也可以跟著這個 輪框 轉動 那我們 可以 讓 這些車廂 去跟隨這個輪框 所以我選了這些車廂 選選之後 把後面的這個Parent的這個線 拉過來 給摩天輪 我們會看到拉過來給摩天輪之後 我們的Parent欄位就會是 我們的Wale 也是圖層3的Wale 這個時候 這些車廂就已經跟隨了這個摩天輪轉動 但是問題點在於說 他們雖然跟著轉動了但是他自己沒有轉 所以我們需要讓他自己也會轉 那讓他自己 車廂自己轉 之前 我們需要 先設定一下 他的旋轉 旋轉軸 目前我們的車廂的旋轉軸 都是在中間 所以如果他旋轉的話 是這樣轉 是不對的 我們的旋轉軸應該在上面的位置 這樣子他轉起來才是車廂的正確轉法 所以我們 選這些車廂 然後 到上面選 中心軸工具 快速鍵是Y 把它往上挪 接著 選下一個 可以按住Shift 他可以垂直的往上挪 減少他的左右偏差 往上挪 往上挪 我們在調整的時候也可以先把上面這幾個塗層 也就是這個星星跟這個框架還有輪圈 的塗層先鎖定起來 這樣子我們在選這個車廂的時候會方便一點 不會去選到其他東西 OK 移動完畢之後 我們可以來 調整個別車廂的旋轉 首先我們先選 Car1 把快速鍵R按下去 然後 一樣 設置他的rotation 在第一針的地方 給一個關鍵針 時間 格 同樣拉到最後一針的時候 我們給這個數值打-1 因為車廂在轉的方向 應該是跟這個輪框轉的方向相反 所以我們給他-1 當輪框正的轉著一圈的時候 車廂就-1的轉一圈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 正確旋轉的車廂 如果我們打的是正1的話 我們會看到 這個車廂的旋轉 就會不自然 好 所以請記住後面這一格我們打-1 這樣子車廂就會正常旋轉 好 我們給了一個 車廂給了一個旋轉指令之後 我們就不用再重複製作 指令 我們只要 選取這個 選取這個rotation按Ctrl-C 然後我們再把 這些 其他車廂的rotation開起來 先給 關鍵針 然後我們Ctrl-V貼上 這個時候你會看到後面 的關鍵針也自動幫我們補上了 這個時候我們在拖動時間軸 所有的車廂就會跟著 旋轉 OK 那這樣子的旋轉是一種做法 我們也可以用另外一種做法 他也可以跟著這個輪框轉 我們現在 先讓所有的rotation 動畫先取消掉 請記住要取消的時候先把時間軸 拉到最零秒的地方 因為第零秒的地方是他們對上的地方 好 現在我又把時間軸全部都關掉 接著我用另外一種 雨把的方式 去讓 我們的車廂跟著 我們的 輪框 輪框去旋轉 好 我先用 Car1 的rotation 來做示範 一樣我們把rotation開起來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 按住AUTO鍵 滑鼠的AUTO鍵按住 同時按住碼表 如果我們 用AUTO鍵按住碼表的話 我們看到後面的數字會變成紅色 變成紅色的意思就是他已經 進入雨把狀態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用雨把去控制他的動畫 那 AE裡面的雨把有非常多 我們今天不會講太多 而且也不需要你們打太多雨把 我們只要很簡單的操作就可以讓 這個 車廂去跟著 這個輪圈轉 這個時候我們在rotation裡面 下面的這一個 Parent 的這個 的這個漩渦線 我們把它拉住 拖過來 Wale 這個物件的rotation上面 放開 不是在Wale上面喔 是在rotation上面 放開 放開之後我們後面的雨把 就會出現這一條 他的意思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當 Wale的rotation 轉幾度 我這個car的rotation 旋轉也會跟著轉幾度 所以我們現在拉時間走 你會看到 這個車廂 出現的 像剛剛我們在設置rotation旋轉的時候 如果 他們兩個都是 或是設 1的話 會出現的 狀況 就是不正常旋轉 那因為我們的這個 車廂的旋轉應該是跟 這個輪框的旋轉的方向是反的 所以我們這個應該要是負數 那我怎麼讓他變成負數 也很簡單 我只要 然後 到這個文字的最前面這裡 最前面一格 打上一個 減號 打上一個減號 加減乘數的減號 然後 點外面任何地方 結束編輯 這個時候我們在拖拉時間軸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車廂 是用正確的方式去旋轉 好這是用語法的方式我就不用再 做關鍵針了 語法就可以控制 那接著 我如果要 複製這個 語法給下面的塗層的話也很簡單 我們 滑鼠點選這個rotation 的地方 按右鍵 Copy expression only Copy expression only的意思就是我只複製他後面的這個 語法 其他我不複製 好複製完之後 我再全選 這些圖層 Ctrl V 這個時候你會看到所有的rotation 後面的字都變紅色了 然後他們的語法 都 變成跟上面這個車廂1的語法是一樣的 那就是我們設定成功了 這個時候我們在 播放時間軸 我們就會看到 車廂 就 用語法的方式 一直去正確的旋轉 好 這樣子我們一個基本的一直旋轉的摩天輪旋轉 效果就做出來了 然後記得喔 我們這顆星星 他也應該要跟著這個 輪圈去轉 所以我們把星星在這個圖層 一樣 parent 到這個will 這個時候我們就到will就好 不用到rotation 到will 好 他後面也變成will 有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星星也會跟著轉 OK 那我們基本 旋轉模式做出來之後我們現在要做這樣子的進階的旋轉模式 轉一下停一下 而且車廂會晃 轉一下停一下車廂會晃 這樣子 好 我們如何把這個效果做出來 首先 我們 一樣保留這些漁法 然後我們把 車廂 先收起來 先關掉 我們現在要重新調整這個輪框 我要讓他轉一下停一下 轉一下停一下 所以我們再把rotation開起來 開起來 把最後這個關鍵針先刪掉 然後我要在第1秒的時候 第1秒的時候 讓他轉 轉一下 然後在第2秒的時候讓他 保持停 這樣子我1到2秒的中間 就會是不動的 那是0到1秒的時候會動 好 所以我現在 指標移到1秒的地方 或者我們可以直接在這邊輸入100 他也會到1秒的地方 在這一秒的地方我要讓他旋轉 那我要讓他旋轉60度 所以我們這裡打60 這樣子我們 的輪框 從第0秒到第1秒就會轉60度 接著 到第2秒的地方 我要讓他保持不轉 所以我這邊打200 第2秒的地方 保持不動 所以我不需要調數字 我只要 再給一個關鍵針 這樣子我這一段就是不動的 接著第3秒的地方 300 我要讓他再轉60度 我要讓他再轉60度 那如果我們要再轉60度的話 就是60加60 120 這樣子 那如果你懶得換算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在後面打 加 60 這樣子他也會變成120 你就不用去 你就不用去一直加一直加120 還要再加60 大概是多少 你還要在那邊算 就不用算了 好 所以 這個就是120 接著到第4秒的時候 然後 400 120不動 所以再給他一幀 接著第5秒要轉了 再加60 然後第6秒不動 600 不動 給一幀 依此類推我們把後面的快速做出來 好 我們到了第14秒 第11秒的地方 剛好是轉一圈 所以360度 好 然後第12秒不動 接著 回到第0秒 他又開始轉 這樣子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一開始要設12秒 的原因 因為我們可以 用這樣子的間隔 讓他轉一下停一下 結束剛好是 12秒的時間 而且他轉了一圈 這樣子我們的 大輪子轉一下 停一下 轉一下 停一下 他的 效果就做出來了 但是 我 這個輪子如果這樣子帶帶的轉 有點無聊 所以我希望我這個輪子 他也可以有點彈跳的效果 好 彈跳的效果怎麼做呢 我們 把滑鼠 把時間軸移到 我們的 第1秒的位置 第1秒的位置 也就是他轉了一次之後停下來的這個位置 在這裡 我們 再給他一針 往後移2格 往後移4格好了 0.4 在這裡 我給他一針 然後接著 在 2格的地方 我讓數值變成 加2 就是他有點超過了 然後又回來 那我們看一下效果 轉一下 回來 回來 這個細小的動作回來 這樣子 可以讓這個動畫 看起來更有效果 好 其他的 我們以此類推 在轉動的 這一段的後面 去增加 這些細節 一樣 1234 4格 4格之後 我們先給一針 然後到 2格的地方 0.2的地方 我們給數值加2 這樣子他 就可以超過 然後又回來 好 我後面快速的把 其他的 部分做完 好 OK 設置完畢之後 我們看一下 轉一下停一下 而且會有點彈跳 有點彈跳 好 好我們初步設置完之後 我們的 輪框就會這樣子 轉一下停一下 然後我們 原本這個舊的車廂也會跟著轉一下停一下 轉一下停一下 那 我們的目標是 讓這些車廂在轉一下停一下的同時 會有這樣子晃動的效果 那這樣子的效果要怎麼做到呢 我們看一下 現在因為我們的每個車廂他的rotation 已經跟這個wheel 他的rotation 鎖住了 所以如果我們中間還要再給他做偏移旋轉的話 他 不會理我們 不會理我們 好 那我要怎麼讓他晃動呢 那我們的方法是 我們先選取 這些車廂 然後我們複製 我們按Ctrl D 複製出來 之後 我們先 把這些新複製出來的車廂 先改變顏色 這樣我們等一下會比較好辨識 改變顏色的話 我們選 前面的這色塊 點他 左鍵點他 然後我們隨便選一個顏色 只要讓他跟原本的這個 芋頭色 有區別 我們等一下會比較好辨識 接著我們把 這些新的圖層 選中 然後 把他們的rotation 按R 展開 然後我們 Auto按住 再按小碼表 取消他原本的 跟隨設定 回到預設 好 接著我們要做的動作是 我要讓所有新的圖層去跟隨 舊的圖層 那我們會在新的圖層的 車廂上面 去做旋轉 那舊的圖層 他是負責跟隨 那新的圖層 我們就負責做 多餘的晃動 這樣子 好我這個車廂剛剛多轉了 我先把它轉回來 我們先確定我們的時間軸 在0的位置 然後在這個時候 我讓新的去跟隨舊的 新的去跟隨舊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直接塗層對塗層就好 大物件對大物件 新的跟隨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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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全部跟隨完畢之後 我們這些新的車廂他也會跟著旋轉了 因為他們是跟著 這一些 舊的車廂的旋轉 但是在這個同時 我們還可以去 控制他 自己的旋轉 所以這個 這樣子方式 就可以達到我們 想要讓他 個別晃動 然後同時 又一直跟隨 的這個目的 OK 這個時候我們把舊的車廂全部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我們可以把他隱藏 點掉眼睛隱藏 然後我們可以點 擋名後面的這個小icon 點下去 好像一個人藏起來了 藏起來之後我們把這個icon 右上角這個icon 他們長的一樣 也把他點下去 這個時候 我們的塗層就會關閉 可以減少我們的 UI 界面的 面積 他不會佔那麼多空間 好 接著 我們就可以來 給這些車廂 做個別晃動的動畫 我們首先先開啟第一個 一樣R按下去rotation 然後我們可以把 車 輪框的 時間軸也開起來 作為對位 首先第一個 他到這裡 就停住 放了一下 所以我們從第一針開始 先給一針 然後我們時間軸往後拖 這個時候我選 旋轉工具 然後讓他轉一下 在時間軸再往後 再往另外一邊再轉一下 接著時間軸 先鋸 會比前面的再短一點 讓他再轉回來 讓他再轉回來 那轉回來的幅度也會比上一個 會比上一個這個的再小 一點點 接著 間鋸 再小一點點 反方向再轉一點 最後 他回到原本的 角度 那我們可以複製第一個點 Ctrl C 時間軸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Ctrl V 這樣子他就回來到原本的角度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他就晃了一下 那他這個晃有點快 所以我們可以把 把時間軸 這一段的時間軸 選起來 按住Auto 然後去拖拉 或是我按住這三個 我做拖拉的動作 那我們再看一下 好 這樣子的速度 看起來比較自然 OK 這一段有了之後 我們只要複製這一段 Ctrl C 然後把時間軸 拖到 下一個關鍵點 的位置 Ctrl V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複製這個晃動 OK 其他以此類推 Ctrl V 我們拖動時間軸的時候 如果按住Shift的話 我們的藍色時間軸線 會自動去吸附 關鍵針的點 這樣子我們可以避免說 我們的時間軸 沒有 K在正確的 點的位置 Shift按住 它會自動停在有關鍵針的點 好 這裡Ctrl V Shift按住 跟到第一點 Ctrl V Shift按住 跟到第一點 Ctrl V OK 這樣子我們第一個車廂的荒動 就全部指定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OK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這一套荒動 的東西全部貼給下面 我們一樣在這個Rotation 全選 Ctrl C 全部其他的 圖層 Rotation開起來 然後在 這個第1針的位置 不要在第0秒 請在第1個 有關鍵針的位置 我們先給它一針 然後 Ctrl V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全部的 晃動 一次指定上去 OK 這樣子我們就已經把 達到我們今天的目標 就是 轉一下 停一下 而且 車廂會晃動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好 接著我們可以 先把 這些圖層鎖起來 我可以給它一個背景 可以給它一個背景 然後一個地面 所以我們要給背景的話 我們在 Composition的空白處按右鍵 我們選擇 New 然後 New Solid 然後我這個叫Sky好了 天空 OK 創完之後我們把它拉到後面 最下面 這樣子它就是我們的背景顏色 那如果我們想要改顏色的話 我們可以到 Effect 這個視窗這一邊 我們打一個Fill Fill Fill Fill就是填滿顏色 然後拖給這個Sky 然後我們可以到Effect Control 這個視窗這一邊 去改變 我們天空的顏色 好 接著我還需要一個陸地 那我可以 複製這個Sky Ctrl D Fill 我按右鍵Rename 重新命名 我叫它Land 地面 然後我把這個 顏色 我先改變一下 先給一個深一點的藍色 然後把它拖下來 讓它對到地面的位置 OK 這樣子我們就有天空跟地面 出現 顏色你們都可以自己選擇 自己喜歡的顏色 然後接著 我們來做一下雲 雲的話 我們有圓形物件 圓形物件 然後我們 不要選任何圖層 不要選任何圖層 如果有選中圖層的話 請取消選取 保險一點我們可以先把所有圖層先鎖起來 這樣子避免去選到其他圖層 OK我們在圓形工具的時候 直接畫一個圓 然後 我們要讓它的填滿是白色 不要有輪廓線 如果有輪廓線的話 我們點Stroke 它會跳出這個視窗 我們選第一個 紅色斜線 就不會有輪廓線 好 我們一樣在這個Shape選中的情況下 我們再畫一個圓 我們這個圓 會 一樣存在在這個Shape 圖層裡面 我們再畫一個圓 再畫一個圓 再畫一個圓 然後我們用選取工具 我們可以去調整 這些圓的位置 也可以調整這些圓的大小 縮放的時候按住Shift 等比縮放 最後編集結束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 這樣子雲的形狀 就完成了 那接著我們需要讓它的 中心點 來到雲的位置 所以我快速鍵按Y 把中心點移到 雲的位置 然後按V 回到 選取工具 這樣子我們就有一個雲了 然後接著我們可以多複製幾個雲 Ctrl D Ctrl D Ctrl D 那我們可以讓雲 有前有後 所以有的雲我要在 摩天輪的後面 有的雲我要在摩天輪的前面 那我可以變更它的圖層 關係 這樣子有的雲就在 摩天輪後面 有的雲就在摩天輪前面 有了這些雲之後我們就可以給這幾朵雲 做動態 當然你也可以右鍵 Rename 給他命名 給他命名 cloud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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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命名完之後我們要給這個雲 做一個 從左 往右 進來又出去的效果 所以 我們先把這幾朵雲 這兩朵雲 選起來 這幾朵雲也選起來 那我們可以讓有一些雲已經在畫面裡面 也沒關係 有些雲在畫面後面 後面後面 這個時候我把四朵雲選起來之後 按P Position 我們現在要控制的是他的位移 所以我把Position勾起來然後把Position小毛表 都點開 這個時候他們第一針的位置就鎖定了 接著我把時間軸移到後面 同時移動所有的雲 讓他出去 好 接著我播放 我們的一個簡單的 小動畫 就完成了 所以上面可能是雲 也可能是鳥 也可能是飛機 這些都是可以的 只要你 知道怎麼去控制他的位移 怎麼去控制摩天輪的旋轉 你就可以去 做出這樣子的 簡單動畫效果 那最後我們再把 影片匯出 選取 Composition Ctrl M 按Ctrl M 然後 我們來選取我們的匯出格式 一般我們選 QuickTime 然後選 422 或是264 OK OK 選取我們要 匯出的路徑 給他一個命名 存檔 匯出 好 匯出完畢 我們的動畫 就成功匯出 那匯出之後我們會看到 我們的檔案是比較大的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用 影片壓縮軟體 先把這個影片丟進來 然後 格式的部分 我們選中下面這個 視訊檔案的 Icon 然後選MP4視訊 影像尺寸我們選Original 原本 尺寸 匯出的位置 我們可以選擇桌面 比較好找 品質的話 可以選高品質 然後 設置完畢我們開始轉檔 轉檔完畢之後 我們就會看到 一個 比較小的 比較小的檔案格式 就出現了 原版的 是114MB 轉小的只有4.19MB 所以這樣子的檔案會很小 比較方便上傳 好今天的教學就到這裡 請同學 再練習一下 拜拜